另外這一頭也準備要群起抗議了 就是在高雄的小港區 山明里附近 最近突然出現了五個新建中的大油槽 居民這個時候才警覺到 中油逐漸移轉後進地區的煉油廠 小港區已經成了新的腹地 那麼也因為幾個大油槽 離住宅區不到幾百公尺 居民擔心安全 阻止就會抗議中油 居民拉出白布條抗議中油的 就是這五個巨大的油槽 這批油槽就在高雄市小港區山明里的社區旁 原本更遠的地方 就有幾個中油的油槽在 新蓋的油槽更大 也更靠近社區 中油擴建油槽 民代認為這是以擴建掩護簽償 小港區恐怕得承接中油 在南子區得簽償的後果 不過即使只是新建油槽 當地民眾指控 已經讓附近房價大跌 住戶深感不安 拉白布條只是凸顯問題 居民們還是希望中油出面 不管是加強安全設備 還是提出補償 總之要讓居民們住的安心 民視新聞正部位 李嘉隆 高雄市報導 記錄 高雄市 海市 日市 警告 創作 最新的